47岁的黄姓男子在前天下午被人发现 他就这样瘫倒在新北市的永和一家网咖里面 那么隔壁的网友就发现说 怎么他睡了三个小时五个小时 越来越久都没有动 睡姿完全没有改变 身体太僵硬了 所以才及时报警 那么消防人员获报到现场时 男子已经弃绝身亡 身穿黄衣的中年男子神情自若的走上楼梯 准备去网咖打线上游戏 没想到这么一打竟然活活猝死在网咖中 重回案发现场 门外贴上封锁线 透过玻璃窗看见 桌上残留的燕地亥饮料 47岁的黄姓男子 就是在26号下午被人发现 瘫软在网咖内 动也不动 消防人员到场时 男子已经死亡 发现人是说他原本在 好像趴在桌上 打网咖累了在睡觉 等他一觉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倒在地上 警方研判 男子在26号早上9点 在包厢内猝死 负责请了网友 至少半失三小时 因为跟他同一间的客人 以为他在睡觉 因为他没有熟视 所以就没有惊扰他 就不好 就头痛 头痛 警方调查 黄姓男子居无定所 以网咖为家 最后被人发现 睡姿没变 才赶紧报警 因为死者身上 没有明显外伤 死因还得等待 赋验厘清 我以为你能够帮忙 我以为你能够帮忙 我以为你能够帮忙